欢迎收看频道DH娱乐新闻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男神邓伦在出佳作,看到搭档以后,收视率稳了 一直以来,娱乐圈内的实力派男神总是不胜枚举 他们都是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以及独特的演技征服了不少粉丝和群众 大家觉得他们的魅力,尤其是个人发展真实是不可当 本期我们一起说一下邓伦吧 这一个魅力四射的男神,其实邓伦被大家所熟知的时候,绝不是一天两天的了 早年的时候就是影响力很大 比如跟杨子一起出演的那部《香蜜沉沉浸如霜》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段虐心的恋爱,开拓了一个时代,也让大家对于他刮目相待 用粉丝们的话来说,邓伦出镜的时候,大概总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其实早在《白鹿元》15年等待后鸟《楚桥传欢乐颂》 因为遇见你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赵丽颖出演的《楚桥传》 有杨子、蒋欣、乔欣、刘涛、王子文出演的《欢乐颂》 邓伦都是名声大噪 所以有些粉丝会调侃邓伦,认为他是收视男神,女神收割机 多年以来他合作的女艺人更是不计其数 甚至大家觉得他跟任何女神搭戏,都没有违和感 显得贴切而自然,比较接地气 这得益于他具备的天然的优势 这里天然优势指的就是他的颜值一流 尤其是在古装剧中,翩翩公子,温润如玉,月染纸上 让大家觉得这个男生就是太完美了,一点瑕疵也没有 无怪乎每一次邓伦演戏的时候,粉丝们都能很快地入戏 大家有些沦陷其中,难以自拔了,真是爱了爱了的那种感觉 今天小编跟大家通报一个好消息 就是邓伦时隔三年,要再次重出江湖了 又有一部电视剧即将问世了 这部电视剧就是夜旅人,那么这是一部什么题材的电视剧呢? 该剧讲述的是,发生在1937年和2021年 两个不同时空下,儒雅随和的律师盛请让活面冷心热的现代职场女性宗英 都住在一家老公寓,进而上演了一场跨时空的感情 当然邓伦的演技无可挑剔,毕竟一直都是演技在线 而这次跟他合作的女生也是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 就是85后小花妮妮,虽然出道不算太长 但是每次演技都是格外的抢眼 尤其是特定时代女性的魅力,更是表现得非常到位 大家都看过《金灵十三拆》,妮妮得到了大家的高度认可 此后在匆匆那年天圣长歌陈希元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 当然除了妮妮、邓伦以外 像王玉文、高叶、汪朵、杨世泽都有演出 你们觉得怎么样? 欢迎跟我一起分享一下 我们的新闻部分文字结束 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